哈喽,大家好,我是塔塔 夏天这段期间蒲瓜是最好吃又最肥美的季节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道蒲瓜米线汤 只需要两颗蒲瓜,连高汤都不用 就能熬煮出非常鲜甜的汤头 准备200克左右的猪肉 我今天选的是二层的部位 其实鸡胸肉也蛮好吃的,大家都可以任选 先把肉切成片,再切成丝 难得自己处理的人可以买市售的猪肉丝会更方便一点 自己切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部位 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粗细来切 切好之后就可以来准备调味 一小搓盐,一小池塘,一搓白胡椒粉 一点点的酱油调色,20cc的清酒 顺着同一个方向,充分的搓揉均匀 让水分吸收进去 像这样没有水水的就可以了 来一小匙太白粉,可以避免煎肉的时候 肉丝粘在一起,肉吃起来也会比较嫩 最后一点芝麻油提味 这样肉就腌好了 接着放到真空保鲜盒里面 冰箱静置15分钟入味 这里我准备两小颗的蒲瓜 你可以买花蒲瓜 不过我觉得这种蝙蝠会比花蒲瓜来的好吃 选择的时候看一下地是不是茫茸茸的 有的话就是新鲜的蒲瓜 切掉上面的地 屁股大大的朝上 这样拿着会比较好敲平 再一分为二 尾端这里也切掉 分切成四等份 其实蒲瓜的瓜囊不一定要去掉 但是如果瓜囊子比较明显一点的话 去除掉口感会比较顺口一点 不喜欢吃蔬菜的小朋友 接受度也会比较高 这个就算是清炒蒲瓜丝 也是非常的爽口 接着再把蒲瓜切对半 切成同等长度的片状 蒲瓜是物美价廉的蔬菜 不仅热量低 也富还丰富的膳食纤维 夏天容易水肿的人 可以多吃蒲瓜 非常有效哦 准备一些青葱 把葱白切切成蛋 这样葱香比较容易释放 葱绿的部分呢 放到最后点缉的时候使用 我自己喜欢加辣的版本 一条辣椒增加一点辣味 会更好吃哦 瓜类通常比较寒 可以切点姜丝 平衡蔬菜的寒 不过不喜欢吃到姜的人 也可以省略 这边我大概切了12克左右 除了这些爆香的材料之外 蒲瓜跟虾米虾皮的味道非常的搭 建议可以准备一点 当然还有好吃的米线啦 你也可以换面线或者其他的面条 米线烹调很方便 只需要浸泡温热水10分钟 泡软就可以了 面线因为有咸味 所以要另外煮一锅水来煮面 不能一起煮哦 我们先这样放着泡一下 这里开中火加热 冷锅的时候放入比较多一点的橄榄油 接着放入姜丝 葱、葱,葱,葱、辣椒一起爆香 慢慢地炒出香气 等闻到香味 听到滋滋作强的声音 就可以把虾皮绑进来爆香 虾皮会吸收锅里所有的味道 还有油脂 变得香香的虾皮 会让汤底的味道更加的鲜美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蒲瓜放进来啰 把底部爆香的材料 都跟蒲瓜拌炒出香气 轻轻的把锅底的料 跟蒲瓜重一份的拌炒均匀 白鱼搓盐跟白胡椒粉调味 继续的把蒲瓜炒软 蒲瓜不会太快熟 如果切快的话 可能炖煮的时间也会延长许多 这时候呢 锅底是干爽的状态 我们在锅底降入两大匙的清酒 跟一天同味 继续的翻炒 直到蒲瓜软化为止 现在差不多蒲瓜软化了 表面看起来有点透透的感觉 有的话呢 会再补适量的清酒一气住 接着火转大一点 加入大约700cc左右的热水进来 让这个汤不停的翻滚 透过不停啵啵啵啵的炖煮 汤水就会开始乳化 变成美味的汤头了 大概煮滚两三分钟 就可以转中小火 继续的炖煮十分钟 旁边起锅准备来炒肉丝 加入适量的橄榄油 润一下锅 等油热了之后 把肉丝挡进来间 慢慢的把肉丝炒开 淀出微微的焦香 软的炒的人 其实也可以直接放到汤里面炖 不过炒香过的肉丝会更好吃哟 大概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关火了 好了,现在十分钟到了 一旁再补 先清洗水后的热水进来 接着把泡软的米线 灯灯的放进来 米线已经泡软 大概煮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把刚刚的肉丝放回到汤里 轻轻的拌一下 让肉的香味渗透到汤里 我喜欢胡椒 会再补一点白胡椒粉 嗯,适合一下味道 做咸味的调整 喜欢有酱香的朋友 可以补一点酱油 不过我喜欢盐味的汤头 最后把剩下的青葱放进来 拌一下就可以关火了 超级简单又美味的蒲瓜米线汤 就完成啦 这道蒲瓜米线汤 真的超级好吃 原本我对蒲瓜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是吃过之后 发现蒲瓜非常消水重 就算我加了淀粉 也不减蒲瓜超强的功力 好啦,看得我肚子都咕嚕咕嚕的叫了 那我又开动咯 哈哈,这个肉丝看起来就无敌好吃 还有这个浓郁的汤 还有这个浓郁的汤 不需要额外熬高汤就能够有这样的汤色 哦,好好喝哦 夏天来晚蒲瓜米线汤一定要吃的满身大汗才过瘾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